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洛克 歡迎收看喬洛 邀請吉他教室喬洛 哎呀 今天跟大家聊聊 吉他心理學之自媒體的時代 洛克一路走來 我們喬洛拍了上百部的影片 Facebook也拍了很多的影片 寫了很多的文章 這個過程裡面 我其實有很多心境的轉換 也有很多朋友都會問我說 他們身為一個老師 樂器行的老闆 甚至在這個行業以外的朋友 會問我說 他們應不應該投入 自媒體的經營的這一塊 畢竟我是透過Facebook 透過YouTube 大量去曝光的 所以我目前在音樂圈 大部分的朋友 其實都是透過影片去認識的 或透過Facebook去認識 他們看到我的影片 加我的好友 或是我主動加他們的好友 因為他們在按讚 對我來說 這並不是一個虛擬的東西 對我來說 社群是非常真實的 它發生在我的生活 發生在我的郊遊圈 來找我學吉他的學生 都是這樣來的 所以經營自媒體 當然是有幫助的 我這邊我用 幾個不同的標題 123456 來說明 我目前對於自媒體的看法 我先交代一下 過去橋落的足跡 那第二個 我講一下第一個時期 我在Focus在做的東西 包含我辦的講座這樣 然後第三點 我要講商業模式的困難之處 很多人覺得說行銷很困難 行銷自己很困難 第四個是我轉換的過程 第五個是我輔助的角色 騙棄是我一個輔助的東西 第六個我想講的是 Give and tag the balance 第一個 橋落過去的足跡 我在一開始拍影片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學生還很少 我的日常的生活 基本上只有拍影片一件事情而已 因為當時我的目標是 我想要做一個YouTuber 在最初期的時候 所以我所有的時間都拿來拍片 剪片 我一個禮拜可以週更兩三片 在那個時期我拍了非常多的影片 光是第一年 加第二年可能就破百部影片 拍電吉他教學 拍樂團介紹 拍搞笑歌曲改編 改編歌曲也花了我很多時間 然後還要自己拍MV這樣子 在那個時期呢 因為我幾乎是全心在做 YouTuber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沒有收什麼學生 幾乎都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可以花很多的時間 當然去拍片 可是問題來 那我們拍了很多的影片之後 我們要靠什麼賺錢呢 所以我講到第二個 就是我的營業的項目是什麼 後來我就辦了講座 因為我們透過影片 我們吸引了很多 觀看我們的教學的朋友 那我就在台北 台中 高雄 台南 新竹 四處辦講座 我辦了三四十場的講座 三四十場 不是三四場 好了 非常多不同的地方 然後認識很多朋友 收費講座 一個人收九百塊的 那個時期有獲利 有 但是對我來說 其實也就是賺個上班族的薪水 甚至再更少一點 並沒有很好啦 那這個東西呢 就讓我開始去思考 一個轉換的問題 我們拍吉他類的東西 其實我們的訂閱數很難 充得很高 我並不是說在這個台灣 這個地方 你做這件事情 一定不會成功 但是你要去很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譬如說在歐美 他們的人口的母數很大 他搖滾人口的母數很大 美國有多少人口 對不對 日本有一億的人口 你在這個人口的支持下 你有可能會成為一個 百萬的觀看次數的吉他的網紅 可是你今天講中文 很抱歉 對岸的這個十幾億人口 他們不看YouTube 有也是很少 那你的母數就會Base在 這個華人 犯這個非中華大陸地區 華人的這個範圍裡面 你要觀看次數 要能夠衝到數十萬上百萬 難度極高啊 因為你的人口母數太小 即便你是拍搖滾的 你的人口母數 遠小於歐美市場 那除非你拍英文的 那你就去跟他們競爭 那個市場很大 競爭也很大 我們在講的是指 你拍搖滾類的影片 然後你要成為一個很紅的YouTuber 你可以透過代言去賺錢 你的名氣 你的點閱次數 我認為沒有數十萬到百萬之譜 你是沒有機會的 也就是說在某一個時期 我發覺說 在台灣我做這些事情 我很難達到這個狀態 所以我不是一個什麼 網紅 我不是一個大數的 商業模式的YouTuber 以一個你拍音樂型態 或你拍教學的型態 這個難度都會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不會走這條路 那我們就開始去轉方向 老實講辦講座真的很累 我一部分也是 不太想這樣子跑來跑去 真的很累 所以我辦了三十幾場講座之後呢 我就開始把我的方向慢慢轉往 講第四點嘛 我轉換的過程 我慢慢的把它轉換到了這個 一對一的教學上面 那我的收入就拉上來啦 那收入拉上來很確實就是說 我要教學準備 我要備課 我要上課 這些時間成本 就是我們 這等於是一份工作 那在這個背後呢 我就沒有辦法再像以前那樣子週更 或者是一週更兩步這樣子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這個過程其實很辛苦 你要拍片 對不對 你要寫腳本 你上字幕 你剪接 你什麼什麼什麼 你自己一個人來這樣子 這整個流程加起來 其實時間是非常非常的驚人的 所以到後期對我來說呢 這個影片 這個自媒體 它就是一個輔助的角色 如果有拍影片 有經營臉書對我來說 可能是 我們說nice to have 我做這件事情呢 是有幫助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原本就有我的收入 還是可以穩穩的在那邊 這樣 好 所以拍影片 經營自媒體這件事情 就變成是輔助的角色 那我就沒有辦法 OK 比如說我一定要週更 這樣子 我就必須要在 心有餘力的情況下 我再去做 那我就在講到第六點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很多人都說 經營自媒體 必須得要前期 得要投入非常非常多 非常驚人的時間 然後呢 你可能得要吃土 非常非常的多年 不計得失的 不斷的拍 不斷的付出你的價值 給你的觀眾 然後最後呢 你就會成為Garry V 就會回收這樣子 各位對這個東西的說法 我個人保持 懷疑態度 我並不是否定 我所謂的懷疑是 你也許可以 你也許不行 但是他難度極高 這個我們一定要認知這件事情 任何的商業行為都是這樣子 你今天去開一間賣雞排的店 OK 在正確的點底下 你會有營業額 你要賺到一個上班族的收入 兩萬三萬四萬 機會極高 他難度不高 可是他很辛苦 好那有一個商業機會 可能可以讓你一個月可以賺三十萬四十萬 他就一定成功機率極低 這是很合理的 這個就是市場的法則 那你今天做一件事情 你又要收入很高 然後你又要機率很高 那其實不會可憐 我並不是質疑說 當你很認真的拍片拍了很多年 拍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 你不計任何的得失 你讓你的觀察次數從兩百三百 跑到一千兩千 一直成長上去 我並不是說這種事情一定不會發生 而是他發生的機率極低 如果你是從2005年開始做這件事情 跟你是從2010年開始做這件事情 跟你是從2020年開始做這件事情 他的成功機率都不一樣 而最麻煩的事情是在於 環境是變動 所以你其實你很難準確的去預測你的行為 或者去分析你的model 說你這個東西一定會成功 或者是一定會失敗 所以Give and Tag的平衡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付出什麼 你要收穫什麼 你自己要取得一個平衡 如果你真的可以十年 一毛錢都不賺 然後你可以一直堅持的拍片 然後試著去成為那個萬分之一的網紅 你可以這麼做 可是因為這件事情的 Give and Tag是極大的不平衡 有點像你對一個女孩子很好 十年你每天接送她上下班 每天經常的請她吃飯 對她很好 對她的家人很呵護 其實你們始終只是一個普通朋友 你可以接受 如果你可以接受 你當然可以很開心地去做這件事情 但如果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認識這樣子的人 我沒有認識這樣子的人 我認識大部分的人都認為 Give and Tag必須要平衡 我付出了一個小時 然後我會希望收穫什麼 你說這樣講很現實 但是你再仔細想想 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大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又有誰 不是這樣子 她只是Give and Tag的形式不同 形式不同 好比說我對孩子很好 那我付出了很多時間 我Tag了什麼 我其實我獲得了愛 我獲得了孩子對我的愛無價 無價很溫暖很棒 但是她也是一種收 她也是一種Tag 她並不是說我付出的愛就是無私的 我認為她本質不是這樣子 我認為愛也是一樣 她是平衡的 所以Give and Tag一定要平衡 你這個商業模式 才有可能走得出來 也就是說 在什麼時期 你要什麼樣多大程度的去面對現實 這個東西 你自己一定要把那個尺標好 我可以一個月賺一萬塊 我可以一個月賺兩萬塊 我可以一個月賺三萬塊 我只要能活就好 這個是你個人自己的尺度 可是你不能夠太天真的認為說 只要你付出幾大的努力 只要你吃土十年 你就一定會成功 這樣子的想法 我認為是非常危險 而且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如果你沒有成功 你可能會崩潰 所以呢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 最主要就是Give and Tag 一定要平衡 因為沒有辦法 自媒體的時代 太競爭了 任何一個人 他只要有一台相機 他只要買這個麥克風 他只要有筆電 他就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得要面對事實 就是這個世界上有成千上萬 數十萬 數百萬的人 他明天都可以成為YouTuber OK 所以自媒體的時代 就會變成說 我認為比較合理的是 它是一個很良性的輔助的工具 我利用這個東西 我交到了這些朋友 然後我多了一些一些客戶 但是我最重要的 我的核心的Ability 我的核心的Skill是什麼 我靠我的吉他教學吃飯 我最核心的東西就是 我給予這個市場的價值 就是吉他的教學 我又利用它獲得收入 這樣 對我來說 我認為現階段 你可能可以先試著把 自媒體的經營 定義成為一個輔助的功能 你比較不會患得患失 那在一個正確 平靜的 穩定的心態下 你才能夠長久的去經營 對不對 簡單來講 我們每個禮拜拍三部片 都不要想說我賺多少錢 喝杯就吃糖就好了 我能做多久 三個月 半年 一年 兩年 對不對 撐不下去 但我如果可以有一個 也比較OK的工作 教學或者是其他任何東西 然後我一邊拍 我一邊輔助 我利用這個東西 慢慢的去曝光我自己 那我就不會強求 我就不會覺得說 今天這個300個觀看好多 明天30個觀看好少 就不會患得患失 因為這是一個輔助 就像我現在拍這些吉他心理學 或是我拍搖口很快爆 這些東西 我覺得 一方面 有些東西我娛樂大家 一方面 有些話我想跟大家說 有些是想要跟我的學生說 對我來說 這個觀看次數或什麼都不那麼重要了 是吧 那我就可以很平靜一直拍下去 我覺得這樣就很棒 好不好 這是我個人 對於這個自媒體的看法 請光各位朋友參考 那我們今天吉他慶學 就到這邊 下次我們空中再會 謝謝 拜拜